今天事務院大陸 回到這一次SWIFT的製裁 到底強度有多強呢 連比特幣都受到影響 因為美國對俄羅斯 祭出新一波的製裁 而且被稱為是核彈機製裁 比特幣跳升了 13%已經來到4.3萬 所以倉新來談談 今天的板卡 应该就是在涨比特币 对 所以说上个礼拜 我们看到了 比特币突然从低档拉起来 这是好久没看到 因为比特币已经跌好久了 从去年的第四季开始跌 一直跌到最近战争发酵 大家觉得说 应该比特币要涨 没有 只有黄金先涨 那黄金涨完了 现在上个礼拜变成什么 变成比特币大涨 比特币大涨 所有的板卡股 今天都落后补涨 好 所以我们都会来谈谈板卡股 不过为什么比特币 会在这一波的金融制裁下 变成社会族群 是 所以我们先看 事实上各位可以看到 比特币 以太坊或狗狗币来说 这一波各位可以看到 都从去年的11月到12月 一直跌 跌到现在为止 为什么 因为短线来说 大家就觉得什么 美国要升息了嘛 资金要回收了嘛 所以这些股票都 这些所谓加密货币 都被砍了半天 那有人砍就有人收 那到底是谁收呢 简单来说 不论是乌克兰 或者是说俄罗斯 他们现在呢 整个外汇的交易系统 都被瘫痪了 因为他被剔除了 Swift之后 他其实没有办法用美元 没有办法用英镑 没有办法用欧元 之后呢 很多交易改用虚拟货币 对 因为根本没有办法 对所谓的全球来做贸易嘛 所以他现在贸易就靠什么 靠他囤有的这些比特币 以太坊来做交易 那不论是军事也好 虚拟货币是化外之名了 他是不再管制的范围 没有错 而且管不到 因为他是去中心化 所以其实包含俄罗斯 现在目前呢 就会大家看到 俄罗斯也非常厉害 俄罗斯大部分的富豪怎么样 因为在2014的 克林尼亚战争之后 他根本就是去美元化了 所以他连人民币欧元呢 他只是占他的一部分 但是他大部分呢 是有什么 有所谓的 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 加密货币 来当作持有的部位 所以俄罗斯加密货币 竟然藏了28兆 吓死人 对 藏了28兆 而且呢 大家知道喔 俄罗斯的一般的老板性 也玩加密货币 然后今年的二月 普丁还开放说 好 承认加密货币 在境内交易 这还承认喔 官方承认啊 官方承认 对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去思考喔 你看这张图 卢布往上去贬值 我们之前还说这个地方是什么 克里尼亚的低点对不对 已经贬出去了 所以如果对我一个 俄罗斯的老板性来说 我拿到钱之后 我放卢布干嘛 我马上去买加密货币啊 虽然加密货币会涨会跌 可是怎么样 我全球可以交易 可是我拿了卢布 就他刚才先说的 我在走路的时候 我还要赚美金 还走路买乎嘛 加密货币我只要一个资料 就可以跑路 所以我认为加密货币 就会是这一波刚好跌下来 他们一直买进之后 开始大家想到 来做拉升的动作 那创新的来谈谈板卡股 今天板卡股反映的当然就是 比特币的利多 加密货币的利多 板卡股在今天全面大涨 对 板卡股的大涨 大家要发现一个重点 就是说板卡股基本上 它的获利在去年都不错 可是这一波 也是都是跌的 跌了迷迷茂茂 没有说大涨 但是跌也是跌差不多 那接下来就有两个重点 第一就是说 外资这一波 到底在什么地方 开始做买进 那各位可以看到 比如说今天拉抬的过程中 以技嘉来说是去年 相对来说赚最多的 那赚最多的过程中 单月营收又大增 外资本来是卖 三大本来是卖 今天第一天买超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技嘉 2376的技嘉 对 相对来说 技嘉是不是站上际线 因为我们这个画面没有际线 对 它其实算是 刚好落到 落到这个所谓的 区间的这个整理区来 所以以三大本来 以外资现在都是卖 挑战际线 挑战际线 那整体来说呢 我们认为呢技嘉呢 是具备什么 外资呢 刚第一天 转卖为卖 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到的重点 那如果大家要做的是 跌升反弹 那我的看法是 华琴3515的 3515的华琴 它已经公布 要发股利13块 已经公布了 它具备了大概5%左右的 高值率类伍 你看 外资一直买 一直买进去 低档又拉起来 所以我再次强调 如果它的所谓的 股息殖利率是 5%到6%的话 低档拉起来 那至少拉个 10%不为过嘛 所以以现在 短线的一个角度来讲 我认为如果你要 抢跌升法团的华琴 如果你要看三大法人 开始买超的 以这个技嘉 来当做一个 投资的参考 等一下票 板卡股会不会是 在这一波战火下 新的避险族群呢 怎么看板卡股 能不能做多 请举牌 可不可以买板卡股 好 因为加密货币会长 我们看到 四票圈 一致通过 谈完了加密货币大涨之后 我们刚才谈到 MWC已经开展了 很多人只看到 恶物战争 忘了MWC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展览 到底MWC这一次 让我们看到 什么样的新科技 在讲展览之前 这一次气氛也很诡局 因为在MWC开始之前 今天开始对不对 俄罗斯管 整个管包 整个厂商被闪电取消资格 所有人抵制他们 不让他参展 不让他参展 所以这一次是没有俄罗斯管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 Sony也退出 联想也退出 华为也退出 所以这一次的MWC 大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亮点 最大亮点在哪里 我跟大家讲 第一个就在车用 所以鸿海呢 在后天 在台湾又发表新车 在这一次呢 在MWC 首天又发表这一台 他的伙伴们就发表这台车 叫Ocean Ocean的SUV 那Ocean SUV是鸿海代工的吗 是鸿海代工的 那他第一次呢 就在MWC 那个亮相 然后呢 后天在台湾就会亮相 所以这台车呢 我看一下他最厉害就是 你看他那一桩 他那个刚刚那个中间 那个中控的荧幕呢 他会旋转的 当他旋转到一个模式 直立的情况之下 他就变自驾模式 然后合能的话呢 他就变成自己开的模式 所以你看 他在开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他上面这一块有没有 是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 太厉害了 我们台湾跑两圈 你不能不加油 对 没错 而且呢 重点是他这台 大概一百万左右台币的价格 哇 是特斯拉 Model X的三分之一价 所以这台车大家很期待 他要在MWC上面 正式的亮相 好 那MWC除了这一辆车 首度亮相之外 还有什么亮点 好 那我去强调车用 这次宏达电 它的元宇宙呢 也搭上了车用的概念 车内元宇宙 大家有听过吗 在车子上面 它戴上这个眼镜之后 你在移动的过程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画面 外面的风景呢 就变成元宇宙里面的世界 在移动了没有 因为它有感受到 你在车子在移动的过程 对 没有 坐在后面的乘客 后面车在后面的乘客 对 你坐在车上 感觉你在 你在这个侏罗纪世界里面 在移动的过程 它就在感应你在目前 移动的这个情况 甚至于在什么 你在停下来的时候呢 如果有人在过 在过马路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直接来 跟他做互动 那现在这个画面是什么 你在坐在车上 在玩星际大战你知道吗 玩游戏 玩电动 在做游戏的元宇宙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通过这个眼镜 你搭在车上 你以后呢 除了可以自驾之外呢 你也可以在车子里面 享受各自各样的娱乐设备 是宏达电这次主打的 好 那在手机方面有吗 好 手机呢 唯一一支有亮点的 我现在跟大家讲 就是现在画面上这一支 可以折叠 可以延伸的手机 看到没有 它是可以折叠 但是它怎么折叠 它可以前折 它也可以后折 它前后面都可以折 听不懂 一般的这个折叠手 它只能正面折而已 菁姐用成它只能正面折 但是它可以反折 可以反过来折 它也可以正面折 但是 最近你看这画面没有 它可以往外拉 它可以放大 缩小 不用折的 它用卷轴的方式 它可以放大 可以缩小 可以内折 可以外折 没错 所以这个是PCL 它这次唯一最大 这次全场最大的亮点 它可以内折 然后呢 好像是内折 折了之后 外面还有一层萤幕可以看 所以你的这个萤幕 真的可以实现360度 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在MW上面 现在大家都 别的手机都没有亮点 现在都跑去只看这一支 今天是开展的第一天了 后续还有新的亮点 我们会第一时间 帮您来做掌握 不过回到台股 今日最重要 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创波段新高的个股 能不能持续的强横强呢 在刚刚稍早 我们看到的长龙 已经来到150了 创下八个月新高 所以我们请蔡总带我们来看 创新高的个股 到底能不能追降 像今天外资大成钢跟星光钢 这两个都调节 都卖啊 因为创高点 调节了以后 但是收盘都还是涨 所以假如进一步的 应该明天有可能会拉 拉回来的时候才找买点 为什么 拉回找买点 你好的股票要有法人去压 压下来 还有低点可以上车 对对对 那这种的话 一压还得了 一压就直接掉 掉下去你还接 所以大成钢 星光钢 如果外资持续调节 有低点反而是买点 我们就举这个2027的大成钢 做一个例子 它已经领先创下了这个新高 但今天过高了以后 立刻拉上引线 这个被调节 外资今天卖了14975张 卖相当的数量 所以应该理论上 短线一个整理 但我强调为什么大成钢 跟星光钢 因为它们背后就是铝跟镍 那铝跟镍的话 为什么 因为铝镍 不是只有战争的因素 它用在很多汽车 新能源 这个需求是强的 所以它会形成一定的 基本面的支撑 好 所以可以留意大成钢 压回的买点 这场资料 谢谢大家 haven't done it 欢迎认 DAC 你一下 感谢 这场资料 是不是 还能 单 变